文俊辉也有请文俊辉来到舞台领取荣誉 掌声有请 高尘流水逆之音 他用对专业的不懈追求 对真心的满腔热忱 成就了每一次美好的双向奔赴 好的 也有请小明哥 为文俊辉来颁发荣誉 两位一起拍张合影吧 我们再往右边一小步 看向中间的摄影师 好 谢谢小明哥 我们可以稍事休息一下 这边有请 可以稍事休息一下 小文再拍张照片 帅不帅 我们看到了很多喜欢小文的朋友 在现场呐喊 真的非常的帅 接下来我们请李仪地上话筒 我们也请小文跟大家来发表一下荣誉感言 大家好 我是文俊辉 首先很感谢腾讯新闻 腾讯娱乐白皮书给予我的这个荣耀 然后娱乐白皮书 年度突破之星 其实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 突破之星 因为我觉得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是在挑战自己 然后在挑战中突破 在突破中成长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少不了一直 努力地鼓励我的粉丝朋友们 谢谢你们 是因为你们我才能一直这样的突破自我 一直努力地成长 然后未来 不管是 演员文俊辉也好 还是歌手文俊辉也好 其实我是想 能有更多的突破 就是 比起说 去做什么比较 更多的是突破自我吧 然后今天也很开心 能在那么多的老师前辈们面前 能说出我自己的感想 谢谢你们 然后新的一年 希望所有的粉丝朋友们也好 还有所有的老师前辈们也好 希望大家能幸福快乐 然后身体健康 谢谢你们 恭喜再次 谢谢文俊辉 我们也请刘布 因为喜欢小文的朋友都知道 他有很多身份 他有演员的身份 有歌手的身份 所以想问一下小文 就是你要兼顾这两者的身份 你又怎么来区别 他们的不同跟相似呢 其实我觉得 比起说是去区分 或者是去比较 更多的是热爱 就像今天的主题一样 对 是因为热爱 我们才能在 这个道路上 越走越远 然后 继续地发光发热 再把我们 想要表达的这些能量 不管是影视作品也好 还是音乐作品也好 表达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当然 我能发光发热 也得感谢我的粉丝们 对 今天那么多支持你的朋友 在现场 所以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吗 谢谢你们 然后 对 其实每次 见到你们的时候 我说的最多的话 可能就是谢谢 因为其实比 我就像我之前说的 各位为我做的这些 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为我做的这些 都是在为爱发热 那么我也当然需要更加的努力 用作品来报答你们 谢谢你们 说得非常好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让小文去准备一下 因为一伙 好的 他要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节目 再次把掌声送给文俊辉 谢谢 来 这边有请